歐洲議會代表團訪臺 今天行程最後一天舉行記者會 法國議員古斯曼 形容臺灣是一座寶山 他們來取經學習 歐盟正在尋找設立對抗假訊息的中心 臺灣是合理的選項 至於兩岸情勢緊張 古斯曼認為任何國家高層訪問臺灣 不是火上天油 若是孤立臺灣 反而會助長戰爭的風險 歐洲議會代表團來臺訪問三天 就假訊息攻擊 與我國政府機關智庫進行交流 五號智慧天行程 代表團出席記者會 領對法國議員古斯曼代表致辭 形容臺灣是座寶山 他們是來挖寶 這趟取經之旅 看見臺灣政府跟人民 攜手對抗假訊息 歐盟正在尋找設立對抗假訊息的中心 臺灣顯然是合理的選項 代表團也當面告訴總統蔡英文臺灣並不孤單 有歐盟支持 而立陶宛前總理 現任歐洲議會議員庫比斯有感而發 提到立陶宛面對俄羅斯威權干擾 臺灣則面臨中國打壓 處境相似 雙方應該展開民主的年度對話 至於臺灣跟歐盟深化交流 下一步邁向哪個階段 古斯曼提出雙邊投資協定 以及歐洲經貿辦事處的更名兩大方向 對於中國揚言制裁訪台議員 古斯曼回應代表團不會害怕 強調歐盟是全世界最大的貿易聯盟 談到兩岸情勢緊張 古斯曼表示 歐盟與臺灣互動不是挑釁中國 對臺海更安全 若顧慮臺灣反而助長戰爭風險 藉此紅拳朋友 Tairo